在关心本土的疫情 北市佛道双修宗教群聚案 今天再增添两例确诊 分别是确诊者的同事案20099 以及陪同女友参加宗教活动确诊的 20100这两例 他们的病毒量都很高 群聚案延烧到了新北根职场 让相关单位不敢大意 不过北市还有一名境外移入的个案 更值得关注案20028 他入境31天后确诊 足迹有到天姆搜狗点太风 以及士林监理站 疫调人员怀疑社区里面 可能还有不明的感染源 是否真的是在境内感染 相关单位正在调查 北市疫情拉警报 天姆搜狗百货有确诊足迹 20号停业一天 疫调发现竟然是境外移入个案 案20028 50多岁男性 早在1月18号入境 采期加期方案 结合前二采都是阴性 2月18号因外派需求再次裁检 居然确诊CT值29 等于入境31天后才确诊 从居检索出来半个多月 个案足迹也曝光 17号曾到顶太风天姆搜狗店 杨明山珍爱楼 隔天再到士林监理站 相关场域立即清销 而宗教群聚案 20号又再增两名确诊 烧到职场和新北市 双北两例的部分 这两例是宗教团体 春久唱歌群聚三观 先前案19930 2月13号参加宗教活动确诊后 传染给同事案20099 17号匡列采检阴性 18号出现胃寒 喉咙肝痒咳嗽等症状 19号采检阳性CT值13 而新北市新增案20100 也是在13号那天和女友及女友母亲 一起参加满岁台菜的宗教团体聚餐唱歌 17号喉咙痛 匡列接触二采阴性 19号症状持续 三采呈现阳性CT值13 同样病毒量高 目前宗教吃喝唱歌团 已累计28例参与者确诊 加上北市足迹 又有许多是各种不同餐厅 专家认为内用风险人高 能不内用还是尽量避免唯移 且内用防疫应再升级 避免类似群聚再发生 这有华一居然想于 SNG台北采访报道